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又心疼又好笑 其实早在2014年 大张伟就和经纪人刘盈低调灵正了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大张伟结婚后 开始把他从恋爱到结婚的蛛丝马气 结果发现 他竟然无数次在节目里暗绰绰地撒糖 现在回看颇有电影结局后 才发现情节处处是伏笔的恍然大悟 不得不说 在内地娱乐圈 好男人排队 凹人设 翻车 无限循环的今天 大张伟的恋爱史 简直天哭了 我没有择偶标准 非要说的话 就是你 我们先来盘一盘 大张伟到底暗绰绰地在节目里 秀过几次恩爱呢 2011年 大张伟做客今夜有戏 和郭德纲谈及择偶标准时 他说了三点 就是白胖 跟年华娃娃一样喜庆 然后得理解我 懂我脆弱的那种 最好比我大三岁 报金砖嘛 那时 任谁看 这都是混不吝的大张伟在搞笑 可是多年以后 才知道 他说的分明就是刘盈嘛 一个白胖又喜庆 还懂他脆弱的姑娘 大张伟第一次公开谈及刘盈 有迹可循的 大概是在2009年 欢儿乐队解散演唱会上 大张伟哭得泪流满面 那晚 他感谢了好多人 又偷偷地把刘盈的名字 藏在所有人的后面 假装随意地说了句 还有像那个刘盈啊 真的是非常感谢 后来成为综艺网约车的大张伟 在节目上偷偷表白经纪人的次数 多得数不胜数 天天向上里 郑军提到 你娶老婆 也希望你能热爱她 停到这儿 站在旁边的大张伟 连声赞同 对对对 说完 忍不住一个人傻笑 万寒忽忽然调侃 大张伟 你热爱你的经纪人吗 大张伟听到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 说 他是挺弱的 我也挺爱的 还有一次 也是在天天向上 一位手风琴演奏家 说自己还没有女朋友 大张伟暗暗记了句 找个经纪人呗 在录制综艺 秀仙底星期天时 他说 我认为一切好吃的东西 只要够下饭 就是好吃 不用好看 就跟那个选经纪人 是一样的嘛 旁边的沈梦辰 没想到大张伟这么直白 表情惊呆了 在大学生来了这档节目上 主持人李爱问大张伟 上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 大张伟接了句 意味深长的话 就是说 别老聊这些经纪人的事 言外之意是承认 上次恋爱就是和经纪人 在场的嘉宾都笑到了 节目组还特意 给了刘盈一个镜头 看完这些 是不是有种 被大张伟的不正经 给骗了的感觉呢 娱乐圈唯一一个 上赶着曝光恋情的 男艺人 但是没人信 但是对于大张伟的朋友 还有老粉来说 她和刘盈的感情 完全是公开的秘密 有粉丝 2017年就在知乎上说过 大张伟早领证了 吃瓜网友 也只是当个假料看看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不过呀 这也正合大张伟的意 爱不一定 非得拿来公之于众 而是当我表达时 你能懂就足够了 对天对地的大张伟 只有她能治 就在今年啊 大张伟和刘盈 罕见地一起上了热搜 词条略显灰胁 大张伟被老婆拎 只见平时上蹿下跳的大张伟 被刘盈用一只手 就拎回来了 人们都说 好家伙 大张伟也有今天 对天对地的大张伟 终于遇见能治她的人了 那么爱蹦跋的她 一根在刘盈身边 就变得异常乖巧 你拽我往东 我绝不再往西一步 和你一起溜大街 牵着手绝不想松开 一看见你 感觉春天的花都开了 有一次陈明问大张伟 吵完架你会生气多久 大张伟直接说 嗨 我认怂的速度 我自己都害怕 好多人说 这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但其实 爱情里哪有什么降服啊 说白了 就是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那个能被你轻而易举 拿住的人 一定很爱你 大张伟至于刘盈 便是如此 很多人都不解 有才的大张伟 为什么会娶个 这么普通的素人姑娘呢 大张伟只用两个字 便给出了答案 踏实 细数大张伟的经历后 会发现 时刻保持焦虑的她 最需要安全感 而刘盈 就是她最好的镇定计 大张伟 自上年成名 到周年翻红 中间经历了三起三落 在波云鬼绝的命运里 她反复被打倒 却又惊人般地重新站起来 这一路陪着她的 一直是刘盈 她比谁都懂大张伟 从摇滚到流行 从音乐到综艺 大张伟的每一次转型和改变 刘盈都坚定地站在她的身后 2011年 大张伟与原公司解约 乐队解散 身背巨额赔偿 当时作为经纪人的刘盈 手里还握着 景博然这样的一人资源 但是她却放弃一切 跟前途一片黯淡的大张伟走了 大张伟曾经在 我们的师傅里 谈及刘盈 我太太 也是我经纪人 她特别懂我的脆弱点在哪 她知道我为什么不高兴 也是因为这份理解 刘盈才能把曾经 身处黑暗的大张伟 拉回来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今在节目上 活蹦乱跳的大张伟 也曾经抑郁过 那时她对一切失去希望 甚至不想活下去 而当时的刘盈 做了一个决定 意外导致大张伟 被拳往黑 但如今看 却是拯救了大张伟 2016年 国外冒险专家贝尔 带着团队来中国 做一档真人秀 跟着贝尔去冒险 这不是普通的作秀 而是一档真实的 野外求生节目 生吃蚯蚓 牛眼 各种奇怪生物 都是常规操作 动辄就是攀岩 走钢索之类的 惊心动魄 大张伟在里面 哭 爆粗口 崩溃的次数 多到数不清 甚至一度 吓到颤抖 中途霸言 节目播出后 网友给大张伟的评价是 幼稚可笑 不算男人 粉丝也质疑大张伟经纪人的专业能力 更是骂声一片 可刘盈知道 这档节目不是为了赚钱 更不是为了出名 是为了救大张伟的命 被全网黑的大张伟 却在这档节目中 打开了封闭的心 懂得什么叫团队精神 学会了嘴里高喊 我要变成阳光彩虹小白马 来治愈自己的抑郁和恐惧 她才意识到 成功也可能是从脆弱开始的 气馁才能让人 找到重生的力量 她一改往常的颓丧 开始自我治愈 就这样 大张伟一天比一天鲜活起来 多年以后 她在节目中谈及这段经历 万分感谢刘盈当年的决定 回家听了之后 也竖着大拇指说 你老婆大智慧 爱人给予的那份 最好的浪漫 便是彼此滋养 共同茁壮 刘盈至于大张伟的浪漫 不在于爱情 而在于那份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救赎 大张伟 好浪漫一难的 一怕朋克唱情歌 二怕滚轻 动真心 这句常挂在月迷嘴上的话 在大张伟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前段时间 她因为浪漫的爱情观 冲上热搜 引起3.5亿的关注量 人们才发现 原来嬉皮笑脸的大张伟 骨子里尽是深情和细腻 她说 冷酷的人之所以冷酷 是因为她没有遇见喜欢的人 于是张口就吐槽的大张伟 为刘盈写下 只想和你静待时光 这样深情的歌 想和你静度时光 在每一个早上 看见你和阳光都在 只想和你静度时光 在每一个晚上 向你的海洋撒网 我只想和你静度时光 不再迷恋远方 不再遇之惆怅 这首歌描述的 就是她对刘盈的那种爱 不再去想明天 还有没有人爱我 谁还爱不爱我 但是你此刻爱我 我就觉得全世界都爱我 她说 什么样的人最勇敢 就是那种不拒绝爱的人 他们比忍受孤独的人更勇敢 很多人可以忍受孤单 但是她没法去追求爱 于是 哪怕有人嘲讽大张伟 娶了一个普通的胖姑娘 哪怕粉丝不止一次说 不喜欢大张伟和经纪人在一起 她还是大大方方牵手 微博公开表白 毫无保留地 把所有偏爱都给了刘盈 她还说 结婚的目的就是踏实 我老觉得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地方 但是哪儿都不是家 我不想到外边看看 外边反正花钱就能去 但是家 不是花钱就能回的地方 所以大张伟 分外珍惜爱人和家庭 在她眼里 伴侣是比孩子更重要 因为她才是 陪伴自己更久的人 一直觉得 爱的可贵之处 总在于稀缺 她成天嬉皮笑脸 却只为你深情柔软 她在别人面前伪装 但只对你不设防 看似不正经的她 每次说话 却总是能够戳人心窝 大张伟 想要的爱 正如她读过的那首诗一样 我的院子里 种了四万万朵玫瑰 每天早晨 我都捧着一本书 坐在门口 路过的人 都会称赞我的玫瑰 有的甚至 还想折去一两朵 我统统不理不睬 直到那天你来 笑眼眯成月牙 问我看的什么书呀 我就知道 这四万万朵玫瑰 统统都是你的 感情世界里的大张伟 有一股别人没有的孩子气 并非是不够成熟的无理取闹 而是真诚纯粹地 倾尽所有 你能和我玩到一起 我就把一切都给你 我很自私 但我俗气地 想把钱都给你花 大张伟就是想找这么一个 能玩到一块儿的人 想起她和刘盈在片场 旁若无人的比较 逗向众人 真好呀 这个不想变成 无聊大人的大张伟 终于找到 愿意和她一起成为 小孩的女孩子 毕竟娱乐圈里 假装恩爱的夫妻 千篇一律 有趣可爱的同伴 才是万里挑一 祝大老师和大美盈 长长久久啊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儿了 今晚就是这样 听完早点休息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